东方教会只接受信仰之标志的尼西亚信经 东方教会是指中国教会吗 三大信经主要的一统点是哪些呢 东方教会肯定不是指中国 跟中国没有半毛关系 东方教会相对是西方教会 原来是东西罗马 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 在什么欧洲啊 包括这个亚洲和中亚等等 那这个东西方呢 一开始都是罗马帝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我们之前也说过 地理上的文化上的 包括一些语言上的 语言就是文化 包括一些政治上的两个 逐渐的这个开始产生了分歧 那一开始还是维持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一个这样的 但是后来就分裂了嘛 教皇两个教皇互相开出教集啊等等 包括这个1054年的 和子论的这个分裂等等 造成分裂 所以以罗马为中心 或者说原来是以洛萨罗为中心 后来因为罗马是行政 罗马是罗马帝国的行政首都嘛 所以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 就是叫做西方教会 拉丁语言 然后说希腊语的拜诞庭 后来改名叫军事坦丁堡 所以形成了以两个城市为中心的 两个教皇 不同语言 不同群体当然也和外族入侵有关 渐渐的这个边远的地方 这个罗马教廷也没办法去管理 所以当地的这个主教啊等等 势力就越来越强大 所以等等综合因素 造成东西方教会分离 所以这个东这个西呢 不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那个东方 所以不要有那种爱国情感 一提到东方就联想到中国 这种串珠式的理解是好 但是如注意这个讲的东方 是不是我们这个东方 这个大国中国这个东方啊 还有就与此相应的 就是解经的时候也一样 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到东方和西方 这个东方和西方就跟中国没有关系 是以圣殿为中心 以巴勒斯坦为地区 他们那个地理位置 以耶路撒冷或者怎么样 以那块土地为基准来看的东方啊 南方南部东部西部 西部是大海等等 然后东方等等 所以东方来的博士 也不要联想到是从中国四川的那儿 来的博士啊 跟中国没关系啊